德国媒体称俄罗斯将把乌克兰变成内陆国家 这期我们来说是个话题 最近德国的头片报报道 说自己拿到了普京的计划 也就是到2026年之前 要夺取整个顿巴斯 哈尔科夫 扎布罗热和蒂涅伯罗比特罗普斯克 夺取乌克兰洋海 这个区域是沙皇俄国当年独占的所谓的新俄罗斯 国内有研究人士指出 头片报并不是一个品线还好的媒体 在过去的记录当中 这个头片报经常造谣生事 却也没有因此受到个任何惩罚 因此这一次头片报炒作俄罗斯 是不是要恢复沙俄的旧疆域 恐怕也不能总是听他的被牵着鼻子走 但是头片报所提出的这些逻辑 就不能完全忽视 如果特朗普取得美国大选的胜利 必然要按照他的选举当中的承诺 尽快的接受乌克兰战争 然后对内集中力量斗垮 民主党对外把重点转向中美对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会不会借坡下驴 在现有的战线上停火呢 从种种迹象来看 普京恐怕是会选择 乘胜追击 今天的俄罗斯并没有因为这场战争 遭受太大的创伤 军队伤亡有限 民众的战争热情甚至是越来越高涨 虽然国家财政面临着一些困难 但是对华贸易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还取得了相当幅度的增长 俄国的经济比欧洲国家增长的更快 在外交上 俄罗斯借助独联体 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 一点一点的打破了美国的外交封锁 最重要的是 俄军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 把战争继续下去 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假如美国新政府停止或者是削减 对泽连斯基政府的军事援助 造成了乌克兰军队的大面积的败退 俄罗斯必然会借助这个时机 进一步的把战线向前推进 扩大战领区 那不要说所谓的新俄罗斯 甚至有可能一直会推进到波兰的边境 当然了 完全占领乌克兰可能对北约的刺激太大 很有可能引发更高强度的军事对抗 给俄罗斯带来长期而沉重的负担 那么在沿海地区向西推进 占领奥特萨这个历史名城 把乌克兰完全变成一个内陋国家 那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 这一方面可以完全控制黑海的北岸 获得商业贸易上的好处 另一方面可以完全阻止乌克兰的海上行动 让它没有机会再放出无人艇 突袭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这样做还能够在俄罗斯占领区和北约边境之间 留下一个缓冲区 让双方可以短时间内保持相安无事 如果出现这种局面 那每个民主党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 在乌克兰的所有的经营就完全付诸东流 而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初 拜登政府和整个西方是异口同声的先扬 俄罗斯即将因为这场战争崩溃 那现在看来他们的威胁要落空了 当然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他可以用俄罗斯的胜利和斯林斯基的失败 来反复的敲打民主党 俄罗斯经过两三年的苦战 要是能够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 那也算是普京一次不太完美的胜利吧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